比赛即将开始,骑过来宾就坐 再次进行胜组织的修行 再次进行过来宾,请把手机关系或调制精英模式 以免第二比赛的进行 同时再次归后来宾,当变手正在发言时 骑过来宾尽量控制自己的掌声,以免影响变手搭言 再次也特别提醒双方教练,除中场提示环节以外 教练团也仅在比赛进行过程中 对厂商变手进行任何有声或无声之提示 当会主席有些禁止或纠正任何干扰比赛的行为 一经提成,宾宾有些扣除该队伍整体的关系 此外,其中平原则,厂商变手即使使用其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 若厂商变手有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 请立即将该设备交给厂商教练团或智能团包馆 谢谢合作 各位来宾大家好 首先欢迎大家出席 金大学华学会主办 第十届金飞亚中中学华语冰冬公开赛 马上要进行的是本赛会 将组第二场的初赛 我是这场比赛的大副主席陈千惠 最后我左边的是邦宾计计员 近期分员朱一静以及黄永明归他们 接下来先让我们来源是下 今天比赛双方变手 最早右边的代表 正方代表队是马来西亚 其能拖寻的中学一队 一面黄香燕同学 大家好 旁边的大副主席同学 大家好 旁边的大副主席 大家好 四面的大副主席同学 大家好 正代表里面黄玄玄同学 大家会好 至少我左边的是 反方代表队 台湾演员中学 一面黄玉祥同学 大副主席同学 大副主席同学 特曼玄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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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 就是本堂比赛的大会比赛 第二位 刘晶晶老师 他是2007年国际大学群 群英辩论会全球最佳变手 也是阿门大学国语辩论队的教练 第二位 邱伯宏先生 他是伯特拉大学辩论队教练团成员 也是第11届全国大中华语辩论赛冠军 他也是第11届世界大中华语辩论赛的亚军 第三位 罗伯宏老师 他是得辩论的13年亚军 以及全场最佳变手 他也是中国皇冬师范大学辩论队教练 同时也是华语辩论世界杯上海区主席 感谢各位评委感恩中出控 出去参与本次赛会 欢迎你们 好 相信大家对比赛程序已相当了解了 那我也话不多说 我们想开始这场 今天这场比赛 比赛的题目是正方 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对人类力大于B 反方 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对人类力大于B 我重复 比赛的题目是正方 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对人类力大于B 反方 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对人类力大于B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正方一便以服装展开 您的总结 对不起 您的生活时间为4分钟 继续将会与您开门版后 开始计算 与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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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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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用让多少一次受到检视 高中大学利用Netflix公布的顾客评价资讯 以及网路电影资料库的实名资料座比对 成功过于人命名资料 香港知识大学的研究使出 分析用户的背景资料及他们的朋友关系 以80%的准确率预设性正式倾向 实在若大学更多无论对于电话与后射资料的交叉比对 就清楚分析出罹患的疾病 家里是否有枪及一个人的家族状况 隐私权的情态是对于人格权的迫害 你不再敢在私底下偷偷选择出原始同性恋的文章 你也不再敢搞谈政府的贪图不能 你不敢去想 对于人民的人格塑造产生了决定性的扭曲 第二 大出去技术掌握在掌权者手上 能为操弄人民的利器 请函人类的自由选择 大出去能完成的分析力 当然也能轻易地改变力 也租成在美国的选举期间 利用选民后一线的工具 告诉用户他们的朋友投票信息 利用同权之压力的鼓励用户投票 使投票人数增加了34万人 Google也是的用大出去技术 将搜寻结构偏看其中一方政党 使20%的选民改变了投票倾向 可想而知 人民的意志并不像你我选择的坚强 在美国 2007年的临近计划 借用获取各种资讯 使之达到限定人民的效果 借此援助人民对于伊斯坦主义的思想 在中国 2014年建构社会信用系统 来计算人民的分数 促使人民进行自我检查 以控制人民的思想 政府控制人民的行为业绩斑斑 一旦我们越来越难察觉 就只剩下任人败对的命运 伊斯坦不像开产权健康权 通常一点也不会变少 伊斯的特性就在于 它少有梦觉 受信害者常常难以发现 而大出去的鼓励 更让上位者得以改变人民的思想和无形 大出去技术就算有保护伞 让政府与财权始终可以保持在 最理想的引力状态 因为演算法的技术永远是最高亲密 只要我们要在少数人手中 我们不会明白这些掌权者 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控制着我们 当技术门槛更高 资讯更收效 那些来自上位者的痛制与侵害 不再能用我们的所知所闻来感知 那一条条看似无用的资讯 都成了控制你我的安息 面对权力的滥用 我们越来越难察觉 也越来越难对抗 以为自己能有完全自我选择 即使早已成了任人单格的个体 我们身在沉闻的世界 在数以万全的资讯中 被严密的窥视 我们照着剧本走 陪着政府与财团演着艺术戏 却谁也没发现自己就是主教 或许在大陆区普遍的时代里 通过更精明的计划 可以提升经济 通过更精明的监控 可以降低犯罪 它是不是可以给人类一切 但我们终将不再拥有 完整的人格与虚度 我们可以不知所谓的也玩一生 也可以像楚门一样 用双手推开通往真实世界的大门 在这里 或许我们无法像对方便有一样 像大陆区予取予求 但至少我们还保有一样 对方无用的动情 改个字叫尊严 谢谢各位 请正方向练乡的继续 时间为两分钟 大家好 董事长你好 刚朋友想请问一下 您刚刚的必出 是不是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会侵犯到个人引子 呃就是他大陆区的利用人 在收集个人引子到的时候 会说我侵犯到个人引子 没有问题 刚刚我想请问一方 第二点是改给人们的思考 是不是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 我方有什么力 你方是可以承认的 我方的第一个论点 让全面 让人类的犯罪 哪怕是医疗 或是其他领域 你方可不可以承认我方 这是什么力度 我方同时说 全部都承认你方的力度 所以我都承认 对方是承认的 对方是承认的 可以被规定 或不根除的时候 这是不是异大于异的表现 我方的异性 可以承认 我方说 这是一个态度的确定 你方觉得不根除 并不根除或不相关 或我可以规定的时候 是不是就相对的强了 是两个是今天不行 好可以 他没有先去的标准 往下我想请问 你方说 你方觉得普及是像什么样子 我方说 如果他应用在医疗 应用在科技 应用在存置管理 就是 用在存置管理 应用在商业领域 上不像普及 全面性能 全面性能 对 每一个领域都全面 藏这样子的技术 那往下我想请问 你方觉得大数据技术 是不是一种分析的技术 分析数据的技术 对啊 可能有交叉分析的技术 所以那分析的技术 对啊 分析的技术 对啊 我想请问 大数据技术 这个分析技术 出现以前 我们有没有收集指导的奇怪 有吧 我们通过电话的分析指导 可以 那收集指导 这部分跟大数据技术 其实有分析的差别 那我想往下请问 你方觉得 你方觉得 用监听的方式 你方刚刚说 用监听的方式 会侵犯的人一次 对啊 对 那也是收集指导 那我想往下请问 如果大数据技术 假设他还没出现 我们可不可以监听 每个人的电话 可以吧 我们问一下他必打给你吗 不是 我想说大数据 还没出现以前 我们可不可以监听 每个人的手机 可以吧 对 可以 所以不根据大数据 搜集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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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首先第一点 我要攻击对方 是对方法 所有一些发授的行为 大陆外 精致大数据的 规划 所以大数据的错 都只把规划 大数据的错 各位 再试考一下 大数据的基数 谁是负责统额 和计算 英方所谓的窃听 所谓的规刺 别人去侵犯他隐私 偏谈着震党 为什么大数据 这个统计之后 有得来的结果 就没有发现 英方是把一切发授行为 归纳为今天所谓 大数据的避数 是英方第一个的不合理因素 第二个 英方记得讲说 第二个的避数 是英方觉得 他会侵犯我们的客人的隐私 这是英方对于 大数据技术 心目前为很不了解 第一点 英方自然觉得 他会收集的过程 他会知道你的隐私 那你就知道 在云端的技术的计算里面 他总共是运用了一个技术 叫做统态加密的技术 而这个技术 它进行统合的时候 是完全不需要 运用英方所谓的原始资料 换句话说 这整个的统合过程 是完全不知道 英方的所谓个人的资料 或者个人的资料 第二点 正好 在所谓的苹果公司里面 他们运用的是 点对点的加密系统 换句话说 直接有在授权的情况之下 大家还可以知道 英方所谓的信息 在不知道你们没有搜寻的情况之下 它是根本不可以搜寻 根本的根本基础的 这时候 明方的风险 我们会承认 我们会不会有些人 像电影一样 就这么多科幻 有些人活 可以拨解这么干净的技术 反正讲说 这些风险可能会存在 可是这一切 都只是猜测和可能性 这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 顺利比较的比较 明方的这些比较 是明方的猜测和这些风险 那么比较现在的情况 它普及化 它产生什么好处 各位 这个技术是有突破性的技术 当这个技术开始普及的时候 我们意味着的是什么 意味着这个技术 掌握不在 掌握在一些所谓的经营分子 不然是掌握在一些所谓的顾客的身上 顾客的公司身上 它掌握的是可以更多 各个的国家 各个的领域 甚至小于各大小的企业 那这有什么好处 它会影响的是 直接提升我们个人的生活品质 怎么样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在亚马逊的公司里面 他们所谓的软件 购买软件 这个系统会根据我们的性格 年龄 或是等等的资料 它会自动化的进行统计 或把一些适合我们的商品 或是一些符合我们消费水平商品 或是一些最好的商品 推荐给我们 有没有发现 在大数据技术 它的普及 开始深入各大小企业的时候 它带给我们的好处是 它把它让我们的这些人的服务 更加冷静化 让我们的服务更贴近生活 为什么这个对云马来说 不是在比较上 我发现实质力也获得更大了 再提第二份例子 因为我刚刚提出的 设计各国的城市 这些城市正信用大数据的基础 他们才可以 把一些通过 比如说视频 视频 或者一些器官扫描 这些获得的资讯 和数据 进行统计 有没有发现 在进行统计过后 它是获得进行 增进城市的规划 在智能性认知的城市规划 让他们的生活品质 它的生活品质 而且什么时候 满经太子的质数 还上升了 他们的生活 所谓的固扰 满经的质数 还是想想实的发现 哪怕用法所谓的 哪怕在谁所谓的 用毒水平 还是想想的都是发现 这边发现 大数据基础 请大数据基础 情统计上它的生活 提起来的多讨论 谢谢 请法方上边上台 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各位好 您刚刚说 大数据本身是讨计的行为 所以不然 有些事情不跟随大数据 对 那您刚大数据 是不是也是统计的行为 你应用在其他区域 也只是应用 所以我们要谈 所以我们要比较 所以我们要比较 林方的币数 可以通过人物去管道 没有 没有问题 所以只要有些应用的结果 再来公表 今天林方的利益 武方一切承认 可以达成共识 重点是 林方怎么比较低 大于币 因为林方的币数可以 因为可以透过匿名的规范 或者是区域 我想看资料 为什么加义 必然代表大数据 无法扩解 可以给我看这份资料吗 这份资料是 林方论证和 准的关键资料 我想看 我马上可以找给你 可是我先进一下 我先进一下 林方要论证到大数据 必然没有办法 扩解加义资料 他不是无法扩解 我们看一下 不是无法扩解 那是不是可以归消出 我们人本来想要保障的 资权呢 资料在哪里 我看一下 这是茶杯饮食的 他有写的 他可以尽管 公经者知道公布的 100个人信息之外 其中99个人 他一样没有办法 对比出100个人信息 你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 我可以比对出 99%的人的讯息 不会有1%的误差 你没有在认证 我可以破解 而是哪怕 你知道其他99个人 结果可以也没有办法 知道 他是完全保密的 没有 这份资料 你帮我看一下 台湾有一个健保资料库 他本身要提供出去的时候 是要透过匿名化的方式 可是呢 这边台湾人权附近会就发现 即使是去世别化后的资料 只要透过其他日常生活中的资讯 交叉比对 依旧能辨别出特性的资料 所以现在有请的技术了 不能通过匿名化的方式 这边台湾人权附近会就发现 即使是去世别化后的资料 只要透过其他日常生活中的资讯 交叉比对 依旧能辨别出特性的资料 最好点就可以辨识98的资料 我确定 匿名这些资料 很大的心理会被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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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游行長官二变博 持继为三分钟 即使将魏鱼离开口半后 开始计算出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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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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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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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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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